那当然是也不同的病毒株 我们看到它在比对上面确实是有一点差异 那有些是比较属于比较原始 像是原始武汉刚开始出来的一个病毒株 那有些是已经比较远离了 那就是已经有一些序列的一些变化 想问说就是国外的巴西专家 他们把确诊病毒进行分析以后 发现比较之前武汉的病毒有三处突变 不知道台湾针对这几个不同时期的确诊案例 是否有要进行基因测序以及研究 以利未来的疫苗研发和诊断检测呢 谢谢 在台湾目前除了台大医院分离的两处病毒株 已经完整的基因序列分析完毕上传以外 那疾管局自己分离的病毒株 基因序列也都上传 那也我们也都有进行一些比对 那基本上他们在跟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 包括中国大陆的比对里面 那当然是也不同的病毒株 我们看到它在比对上面确实是有一点差异 那有些是比较属于比较原始 像是原始武汉刚开始出来的一个病毒株 那有些是已经比较远离了 那就是已经有一些序列的一些变化 那这个资料都在专家手里 因为我们继续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